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居花窃灯书场 哎 你没说 你怎么把他俩一勺贵了呀 这俩都很有共性嘛 是吧 这个俩人都是一家子啊 是吧 这个都姓王啊 而且呢 这俩人呢 都是在油管上啊 跪舔独轮运的啊 摇棍嘛 王继贤也是摇棍 王居花至安 现在也是摇棍啊 是吧 王继贤这个粉丝呢 要跟我打赌 要打赌吃香吗 我不是开除条件来了吗 结果呢 没有一个出来应战的啊 王继贤现在还是这个对一百万念念不忘啊 说这个播放量平均要过一百万啊 我认为啊 这个菊花这个 是奢望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你的这种这个市场是要跟法轮功的大师兄和二八戒 去争市场的 怎么可能独卢运能给你一百万的流量呢 是吧 没人敢跟我打这赌啊 王继贤的粉丝也都是一帮嘴货啊 是吧 那么我们看看 先说窃灯吧 窃灯这边干嘛呢 窃灯最开始的时候呢 是想弄广告联盟 后来呢 又想奥德萨烧烤国际联盟 是吧 这都没戏啊 这骗不来钱 骗不来钱以后呢 这个自己呢 油管广告呢 流量又骤降 也没几个钱了 说一下 这个一记不生再乘二记啊 就是这个那句话怎么说呢 穷升奸计富长良心嘛 窃灯一辈子没见过钱啊 这个从小到大就围着烧烤条转啊 所以说呢 没见过钱啊 穷升奸计这又又开展了新的项目 什么新项目啊 诸位 我们来看看穷升奸在干嘛吧 这个穷升奸啊 推出了一个宣传片 这是要拉乌克兰美女的皮条了吗 说实在的 像他拍的这俩姑娘啊 一个大傻啊 一个他这个姑娘啊 在乌克兰姑娘的长相里边 那算是中下的啊 真不出众 这是这个窃灯 这是想学梅艾斯 中国有一个河北的网红 梅艾斯在乌克兰呢 搞这个婚恋公司 戴育公司啊 这个前几年的时候发了点小财 梅艾斯被大陆封杀了 也是因为他在油管上造谣啊 也是因为他造谣用了一些假的视频 别担心 这会儿啊 达莎正在复习 准备明天考试呢 对 这是奥德萨 大半夜的 周日晚上 不过白天 太阳照常升起 没有什么阻挡春暖花开的脚步 行了 生活还要继续吗 问题是 我觉得窃灯你这个 联合大学的250分的这种水平实在是太差了 梅艾斯前两年为什么发的财啊 因为前两年的时候 他娶了一乌克兰的媳妇 人的媳妇长相算是中上的 比这俩固定可强 在中国呢 聚集了一大批的粉丝 都是去看他的羊媳妇去的 而且呢 这个前两年的时候呢 是中国的有钱人啊 那个时候呢 是兴到乌克兰啊 去找一羊妞 或者是把乌克兰的羊妞输送到中国的风月场所里边去 啊 这个梅艾斯是赶 赶上了那一波啊 阿尔特玛嘛 都是大鱼啊 快拿大木喷来啊 他赶上这一波了啊 你知道吧 人家赶上那一波了啊 这个时事造英雄啊 可是现在呢 中国 他问题是这个中国的娱乐场所啊 现在基本上政策在收紧啊 对这个乌克兰模特啊 这个需求也重将 是吧 所以 现在你干这活 再一个 人家梅艾斯是在和平时期干的 啊 你是中国大陆人家也有账号 你王极贤中国大陆没账号了 中国大陆的有钱人 也不翻墙上油管啊 啊 也没有途径看到你拉皮条的信息啊 再说了 人家梅艾斯当时是 可以包吃包住 接中国的大佬去乌克兰啊 现场看货交易 是吧 你可是现在谁赶他娘的去敖德萨啊 去了以后不是找死去吗 是吧 所以说 恰征啊 你这个学梅艾斯拉皮条的生意 啊 那也是百分之二百五的胎死腹中吗 哎呀 恰征啊 您就是个胎神啊 真的 啥玩意儿 也干不成啊 而且呢 是一片局接着一片局 你都快赶上老锅了你 哎呀 所以所以你看 这个胎神的这个拉皮条的买卖 也百分之二百五的不行 啊 而且还有人呢 这个盯着这个窍灯来接 接片局 是吧 你看这位啊 这位说了 大傻姑娘千万不要被王极贤的花言巧语迷惑 王极贤都是中国骗子很常见的套路 啊 是吧 这个 你看 王极贤你看你被接底了 是吧 急了 开骂了嘛 说这孙子是目前 我见到我的最职业的王八蛋了 啊 是不是 啊 开骂了啊 啊 王极贤说呀 啊 只要是 其实王极贤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了 只要是骂他的都是共党了 啊 都是党员了 你只要一骂他 王极贤让你火线入党 是吧 这跟那个姓郭的那个大骗子 这不是一脉相承吗 大郭骗子也是 你只要是想这个 这个卖币啊 你只要是卖币 马上让你火线入党 是吧 这位你只要一批评王极贤啊 马上让你火线入党 啊 是吧 所以这是王极贤 王极贤说啊 他呢 拍摄的只是灿亮的阳光和笑容 啊 你如果在这其中看到了色情的话 请你离开我啊 这又当又立的典型就是王极贤啊 是吧 好吧 这是王极贤的事啊 咱们这个再说说 啊 王居花吧 啊 这个王居花治安同志的事啊 那位说我怎么听你说话 这么别扭 天天王居花同志的之类的啊 你是不是有啥偏见 没有 我可不敢有偏见啊 在美国这属于政治不正确 我只是描述一个客观的事实 啊 知道吧 那位说你怎么知道人家 这个王菊是吧 啊 有那个倾向啊 对吧 啊 王菊啊 这个事啊 那是一个陈年往事 啊 这个我一会再说 王菊这个陈年往事 咱们先看王菊呢 现在呢 王菊的精神状态是 拿到这个简历之后呢 现在呢一个也没录取 他不是放出豪言吗 一年要拿46万美金来养团队吗 啊 所以王菊现在说了 粉丝啊 昨天过20万了 啊 如果想靠这个过日子的话呢 就是这个日这个数字已经够了啊 王菊现在的播放量呢 大概呢 有三四十万的啊 有一二十万的平均下来啊 播放量20万是有了啊 所以呢 王菊靠这个来跪舔独轮运啊 这个一个月拿几万块钱的广告费 是没问题了 在日本拿几万啊 美金啊 在日本拿几万啊 也活得不错了 所以王菊说了啊 如果靠这个过日子的这个数字完全够了 还不错啊 但如果我想组团队做采访 那是远远不顾的啊 王菊是志向远大 知道吗 这个他呢 是想呢 要一百万粉丝 这又是一个基本上不太可能达成的任务了啊 因为什么人家文娘娘和二八戒江峰 法轮的大V那边啊 订阅量也就是六七十万 都没过一百万 你一出来乍到的啊 王菊华同志 你刚到油管 你刚进油管就想横扫独轮运啊 这些人也都是啊 对吧 这个你抢人家饭碗 你看着吧 这帮独轮运们 你看以后一个个的啊 大骂王菊花 王菊花马上就被得打成中共特务 大外宣 您看着吧 我的预言在这儿呢 您看着吧 你是动了他们的饭碗了 王菊花你知道吗 啊 这个一百万是基本上不可能达成的任务啊 这个一百万粉丝 即便是达到了视频播放量达到平均上百万 啊 那是天方夜谈啊 王菊花你到最后 你只能是在油管耍单巴啊 当一这个个体摇棍啊 来挣点独轮运的这些施舍的广告费而已啊 你别太过于狂妄啊 你也是个妄人 王菊花现在也是个妄人啊 知道吧 好吧 我们先看看 王菊治安啊 他穿了一粉色衣服 你看他现在的这个 他是谁啊 他是京城的那位排泄物品尝大师徐晓东的油管的徒弟啊 这个王菊贤也是啊 所以这个排泄物品尝大师呢 他的视频风格啊 王菊花是学了一个妥妥啊 是吧 视频风格是如果金正恩开微博也会被炸号吗 啊 这不就是讽刺中国啊 没有这种叫做言论自由吗 啊 是吧 讽刺中国的防疫吗 说金正恩也知道科学防疫吗 是吧 就是这是跪舔独罗运 然后呢 寻找溜钩子的祭典吗 就是不停的在 这个探索啊 如何啊 这个 把舌头能够伸到人家独罗运的 盲场里边去 是吧 找到祭典啊 就这意思吧 开篇的时候啊 今天又穿着这身粉色的衣服来给大家录像 那天用这个衣服录了一次像之后 有些人就说 王老师 你为什么要用粉色的衣服来录像 我说这叫小粉红 看到了吗 穿个粉色衣服都不忘啊 跪舔一下独罗运 讽刺一下小粉红 是吧 那这个 其实为什么这个王菊花 有这种鲜亮的粉色的衣服呀 那是因为人家这个王菊治安啊 有一段美男出售的往事 那位说什么叫美男出售啊 是这样 这个啊 看到了吗 这是在几年前啊 王菊啊 在微博的时候 还有那个账号的时候 还有账号的时候啊 稍等啊 我把这个 上面给大家 敷出一下啊 这看的不清楚 这就清楚了吧 哎 对了 看到吗 啊 这个 当时的王菊同志啊 啊 他呢 呃 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 我刚刚将 呦 你找不着分享的 美男出售 日本啊 这个影像 档案 保存到了 微盘 推荐给大家 王志安 当时这个微博一出啊 因为王志安当时有几百万的粉丝了啊 马上就炸了窝了啊 犹如这个菊花开闸 一发而不可收拾 知道吗 啊 他为什么产生了这么一微博啊 当时啊 有一个微盘 所谓的微盘呢 就是在云盘 刚刚 这个诞生之际 你每个人往里存掉东西呢 他都自动的给你发一微博啊 做这个云盘的宣传 诸位啊 哼 就是王志安在转存一个美男出售 日本 你听这名啊 听 怪不得王志安喜欢日本呢 若干年前就扎下了深深的菊花种子 知道吗 美男出售 在日本其实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同性恋美男子的出业 就这个意思 美男出售 在转存一个日本男童的片子的时候 系统自动的生成了一条微博 尽管王菊当时马上就删了 但是被手快的网友给截了平 啊 这就是著名的啊 王菊美男出售 这个典故 啊 当然这个不丢人啊 就是我 这个人世间一切啊 这个感情 无论是同性的 因为这个东西啊 在动物当中啊 这就是自古有之啊 动物和动物也有 是吧 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啊 都值得别人的尊重啊 是吧 这个 但是你王菊你这就不地道了啊 你喜欢粉粉色 你喜欢美男出售啊 你讽刺人家小粉红干嘛呀 王菊 啊 这个我就看不下去了 对吗 啊 不过 王菊有人说 他在直播中 这个表示 他的婚姻也遇到了问题啊 是吧 反正是王菊 您都到了日本啊 是吧 您这 有的是美男出售的机会呀 啊 那干脆您就出了贵 不就得了吗 啊 是吧 啊 一个 这个出贵的 贵舔 独轮运的 一个油管的 职业的溜公子者 啊 不是 更符合您的人设吗 您说是不是啊 啊 王菊 好 谢谢 这期咱们就调侃到这里啊 受累 点一订阅 咱下期再见